所以在畫圖的時候 你要整理出一套邏輯 就是如果畫不出來就先畫2D 上次圖先畫出來 那上次圖部分你就擠出暗大或者要旋轉 或者移動 或者是陣列反正你就先把那個 能畫的先畫出來 不能畫的你就再看看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產生 他要的那樣的形狀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基本上呢我們 直接產生我想應該有困難所以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他是 重複的其實怎麼樣 你會發現這個應該就是一個重複其實你只要畫出一個之後嗎 其實畫出一個這個 然後上面這個有沒有就畫得出來啦 上面這個就想把它複製一個上去不就好了 那高度多少呢 其實高度從哪邊可以看呢 其實從這邊可以看 150的 對不對 然後 120 所以應該是 向上複製多少 複製 270 270 因為他有重疊到的地方 不能算 所以扣掉之後的話呢 150 其實應該150 150啦 可是因為中間有重疊的地方 扣掉 120 所以上上複製 270 那另外一邊的話你可以 把它進射之後 就是其中一個進射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進射之後再把它扳下來就好了 對不對 不就好了 如果是從 這個是從右側看的右視圖看 是這樣子啦 2D的部分 如果你 你如果畫不出來你可以先把2D先畫完 然後呢 再把它拉出來變什麼 變3D的 那怎麼樣把它拉出來變3D的 不會就是什麼 擠出 或者 按拉 對不對 就是先上面應該可以畫上面這個圖 2D應該畫出來沒問題 對不對 那再來畫得出來之後再把它變成3D的 OK 但是 如果 當然有笨方法 笨方法就是多畫幾 多畫幾個 畫完之後再刪 大家有聰明一點的做法 聰明一點做法 你就先畫一個 然後把它變3D 對然後把它變成3D 之後 再把 他們之間需要補的 這個平台跟這個平台補上 阿不就畫完了 還有就是說 這個間距 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說 這個跟 這個樓層中間有沒有 它有個間距 上面有跟我們講那個間距是10 所以你要把那個距也要 要把它什麼 要把它做出來 不過也還好啦 這個10的距也移動一下不就好了 移動了10 就OK了 所以因為移動了10之後 本來這個平台有沒有 這個平台的 寬度應該多少 其實這個100 這邊不就是 這邊不也100 因為移動了10 所以就200 一嘛 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 就是把這個平台變200 就好了 方法很多 看你要再畫一個平台放上去 或者是直接把中間 再按拉擠出一下 再連擠掉 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呢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就是什麼 先把其中這個形狀 2D的部分 畫出來 然後呢 再轉個方向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先切到什麼 切到上市 然後呢 我們來 上市圖來畫出剛剛那個圖形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底部的部分 是有一個 這個矩形多少 小 小老鼠 101 夠點 15嘛 101 15 OK 好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用那個 畫線 往上多少 這點往上 15 高15 OK 然後轉過來的話是21 OK 因為這個樓梯 這個其實就 大概就15公分 15公分高 然後 大概就21公分 你會發現呢 有些樓梯感覺走起來好像不會很 很 很陡 有些走起來 感覺就好像 在爬 好像爬 爬得很累 這個有時候在設計這個高度的時候也有差別 OK 那這裡的話我們是取個大概 那再來就是說我要讓他爬樓梯總共 假設我這一層樓剛好9階 9階到上面去的話 9階要怎麼樣上去 其實最簡單方法當然就是用複製陣列最快 選這兩個空白鍵一下 再來的話第1點就是從這一點 然後第2點的話呢不是這樣 你就直接A enter 給他一個A 陣列 那幾個呢 總共是9個 9階 OK enter一下 然後第2點的話呢就是在這個地方斜斜的地方 對角線這一點按下去 這樣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的話呢接下來把這一個平面 把它放上去 放的位置特別注意 複製一下 選這個 空白鍵 特別注意喔 特別注意喔 從這個端點 放在哪裡呢 不是放這裡喔 是放哪裡 放這裡 放這裡 OK 所以當然你可以畫8階了 放那裡也可以 那9階的話是多一個 特別重要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算一下 基本上 它是 它的階數是12345678 有沒有 這個是9 所以如果你畫8階那就放這個端點 如果你是畫9階 那就是放的位置 剛好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地方 前面這個地方總共9階 可是最後這一階是這個平台 OK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我剛剛放的位置 是放在 這一個 我們產生的最後一階的那個把它重疊上去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的疊上去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移動 這個移到這裡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還要再多一條線 這條線 畫到哪裡呢 畫到 基本上 畫到這一條 這裡過來多少 這邊應該有一個什麼 這個平台 斜斜的嘛 應該是21 所以 基本上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一條線 看乾脆再複製一條 從這邊到這邊 因為我要去追蹤 追蹤這個點 其實 也可以從這一點追過來 不過有時候 追蹤不好 不好找點 所以呢 我直接拉 這邊再拉一條線 再 多個端點 那畫一條線 直接從下面這邊 這一點 拉過來 那 那你可以從這邊追21 或者有時候 不好追的話 你可以再複製一條線 找到他的什麼 這條線的端點 有沒有 就剛剛複製 不是我剛剛不是 有多複製一個動作 就是 把這一條線 複製過來 會多個端點 這樣會比較好 找到那一點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最後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我們要的這個形狀 請把那個不要的 因為我最後要用那個擠出按拉的話 這邊間隔都要刪掉 所以修剪 把這邊修緊掉 把這邊也修緊掉 最後這個 這條線 剛剛我放上去的這條線 拿掉 OK 那就可以怎樣呢 這個形狀先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的話 再轉到什麼 東南等角 不過呢 他是趴在地上的 我要怎樣讓他 轉出來 站起來 OK 然後再用什麼 擠出或者按拉 然後把他做形狀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當然這一題 你也可以在東南等角直接畫 不過這一題如果在東南等角上面畫 其實 會比較 相對的比較困難一些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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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